没有任何的地时存在的 所以是无有执着的平等心 而有一个明觉 有个明了性能够认识到这样子的平等 这样子的无有执着 那样子的明了性是非常的明晰的 如果透过史修的话 逐渐那样的明晰的层面会展现出来 也就是说 过去的祖师提醒我们 一开始初学者会认为 所取静跟能取心是两种概念 把它认为是不同的 但是藉由不断地以心关心 会逐渐地晓得 这两者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 或者没有根本上可执着的对象 对我们来说 我们会对事物下种种的判断 说这个是如此 这个不是如此 这个是真实 这个并非真实 我们有种种的判断 可是如果真正去关心 会晓得原来一切的显现 它就是当体极空的 它就是显空双运的 在晓得色法的显现 是显空双运之后 进一步的声音 它的震动也是升空双运的 不管你听到的声音是好听也好 不好听也好 都不再因为执着心而产生爱恋 好的声音 不好的声音 它都是平等性的 在以心关心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了解 原来所取的外境跟能取静的心 它本性就是平等的 所见的一切是显空双运 所听的一切是深空双运的 我还是不论人的 现在有很多时候 我们以下来 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 有什么 就已险划带 你不说 你不说 你不能让人 zombie 你不是在这儿 你不说 我可是 你不说 你不说 我也穿得太多了 不能再到复了 我一直在也是 我一直在那儿 我要不要想 我要抓索了 这就是 不管了 我不可以 coordinating 不管了 我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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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说 入无散乱是禅修王 这边会提到 无有散乱心的 持之以恒的禅修是不分日夜的 之后会有所谓认识日夜无别 或者是醒梦无别的了知 那在我们的概念当中 日常跟夜间做梦是两回事 我们把它以分别的概念看待 认为今生的日常生活是真实的 相对于日常生活的梦境则是虚幻的 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只要我们的我之还没有结束 那如同梦一般不真实的状态 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然后我们会持续地执着日常生活为真实 只要那个我之还在 这个梦的幻象也就不会停止 如果真正能够见到 真正能够见到圣意的话 在圣意当中没有任何的可执取式 那么醒梦之间的界限也就消融了 那在要做到那样子的境界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了知在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切也是不实有的 要去除对日常生活的实有性的执着 如同因为日霸尊者所做的教计一样 precautions 而且把这顾听acia发行 什么时候 从这方面 我不是在原來, 想想東, 我想要去 我的搜寨都很像我的搜寨 有必要用地下语谈判徊的声明 所以我们它的声明受力 包括基本上都有缺乏的 他们的会儿所供应的 在那里也非得了 接下来是 无有勞作 就是行持之王 这边当然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这句话 一方面是针对着 不管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 都没有任何的期待跟优据 这样子的心态 它可以相似的起合所谓的无所作 无有劳作 另外一个是 如果能够恒常实修无作的本意 就是真正去实修圣意的话 那么就能够运用做上修的功夫 让日常生活的威仪都运用上 真正契合无所作的意义 也就是教法里面所讲的六句自解脱的道理 能够是一切的万象 当下都是平等一味的 那个是超越心事的境界 用这样子来诠释无有劳作 即是最殊胜的行为 大致上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稍微等下英文的反应 日常民人就有功的就是说 那么说里面 其实上级共同里面有的 在上级共同里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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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级共同里面有的 排行公同里面有的 录他大� Thank you 在上级共同里面有 những 人的物件有的 可不是说 基本上不现能的 就在上级共同里面有的 就是期待跟优惧 我们通常会期待的是什么 期待的是成就佛果 这是最高的期待 如果按照前面所说的 已经抉择自心及佛的话 那就对于果 不需要有任何的期待 这是没有期待 再来是没有优惧 一般对禅修者来讲 持修上最大的优惧 就是幻散 就是迷乱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心又散掉了 心又迷乱掉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优惧 可是如果能够了解 前面一段所谓的行持之王 他是无有所作性的话 那么就能够真正的做到 上一句的禅修之王当中的无幻散 表示无有所作性就没有幻散 没有幻散的话 对于幻散的优惧也就不必要了 这个就是无忧 就是没有期待跟优惧的 这个果王 果之王 他的功德所在 有没有意见 如果当中的人 不得了解 那么以患者们在说 我们也政见 在而言之王 知命习他inal在 革手里的 革手里的 我们从和 现在是 要功夫都是失去人ivo 所以我好想到解恥 力晦得要努力 力晦得行 就是要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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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也无声习够尽 无出入定住无声 赖也指的就是阿赖也 也就是一切的基础 本自清净的那个佛种性 在大圆满当中称他的特性 他的功德叫做本自清净 在大手印当中称他叫做基如来藏 只是暂时被课程的染污给障蔽住 所谓的课程染污障蔽指的是 二元对立的能所的执著 所以这边说见到无声的本性 那么所净除的就是二元对立心 以及由他所隐身的喜气 当下就得到进化 若是如此 那么就不会再有入座跟出座的分别 也没有入定位跟出定后得位的差别 在初学者的时候教界里面会提到 应该要把入座的时候 所认定的见解 所禅修的见解 让他契合在 运用在出定以后的日常生活的行足作物当中 这是教授当中所讲的道理 如果能够将座上的见 运用到下座以后的话 那就符合禅修当中所谓的无患散 这时候就不会再有所谓的入定跟出定的 实质的分别了 当然这是在已经见到了新的真实实相状况的前提之下所讲的 我们稍微等一下一幕 明天后就希望知道 他就在这issen毫子 从来这里面有什么意思 要跟我讲的 您不会放电话 您可以让他们拿进去 聲明 得一般的要求 做人 Stein 他力量匿 词曲 ich 词曲 如果你真的有食譬就是四品 試用這麼多的東西 你出了木村,插到那里,抓到那里,我给你插到那里, 一路人之半的那里送我一起。 光明自显心法静,这段讲的是,如果能够了知到无二的十相的话, 就会了知一切的相都是自显的,一切心法灭尽。 在我们的心事的作用下,我们总是以二云对立来看待世界, 下来很多判断说这是这样子,这不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心总是无法真正的安定在智慧当中, 所以会产生了对事物的实有的执着,所以会着象。 但是实际上,这个本性它既没有任何可成立式, 也没有任何可排挙的事情。 我们如果安住在实相当中的话,那么一切的念头, 让它升起的当下,它是自解脱的,就像是在水上用手指去画图画, 你画出图案的同时,就是这个图画消失的当下。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受到妄念所左右。 所以在妄念的,妄念升起时能够了知妄念, 如果不能够了知妄念,而是随妄念的感受去走, 一直安住,一直保持在那个妄念的循环下面的话, 就产生了束缚的状况。 对一个语解释来讲,真正的语解释, 他的心里面也是会产生妄念,也是会有分别念的。 但是,当他的心里面分别念陷起的时候, 因为他不追随分别念,不产生那样子的执着心, 所以呢,分别念是极限极解脱的。 就像刚刚所说的那个水上面用手指画出来的话, 他一画出来马上就消亡了,他就没有任何的执着可言。 所以就叫做心法禁。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 我理解释的。 他需要写得一样的。 那我们要灭在一起灭水下啊, 就有灭水在 comprehensive一些灭水上。 那我们要灭水下的灭水下的灭水上。 人类的灭水下马上就走。 女性计划 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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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讲到见解的时候,如果要加以诠释的话,当然有各种的哲学主张各种的见解 当然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极端,常有的极端跟断面虚无的极端,就是所谓的长边跟断边 所谓的托诸边际,就是不落长断二边的极端 这样子不落二边极端的见解就是最甚的见解 它基本上它谈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体性空,一个是自信明 由于了知到究竟见的缘故,所以晓得诸法本性空 这是空的层面,另外一个是圣意的波罗智慧 它是决性,就是明分,这是指自信明的部分 所以我们当然要解释这一句话,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诠释角度来谈所谓的见解 谈所谓的离边,可是我们在这边基本上了解到 它是超越长断二边就可以 比如说你们就说一些这个家族 Rut khom 在这边,我们都在他们认识就说 那小费这边的作证呢 在这边之后,他们在那里并和民族就感受到 不如信仲您说得到哪里来找专门的 你马上也知道那种奇迦是什么 所以我们能够带来的 我们能够带来的 我们能够带来的 再来是 无边深广圣修王 讲到的是最圣的禅修 最圣禅修要把握的是 心与虚空无分别的这个道理 就是心在外在的世界 外在的法当中 无一法比虚空更加的广大 当我们禅修时 如果了知心浩瀚广大 犹如虚空 或者说心的本性 如同虚空 与虚空无别的话 这个就是最殊胜的禅修 我们用这样子来把握住禅修 应该是足够的 没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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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用来做 无作自安 自安就是当下自然的意思了 然后是最殊胜的行持之王行为之王 在行为当中一般的概念就是有能做者跟所做的差别 能成就跟所成就的差别 但是安住在生意识相当中的行持 是了知到能做跟所做 能成就跟所成就是无二的 这样子的了知是自然而然成办的 心里面不再有说这个如何 这个能够如何成就 这个能够如何去达到 这个不能够如何成就 不能够如何达到没有这样子的分别心 这个就是最深的行为 就是人们在这些人身上的人 是因为他们在学习的地方 能够如何成就在那里的地方 能够如何去达到那里的地方 是一些人的地方 才能够迟到那里的地方 我会在学习的地方 那些人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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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講到 無求自安 聖果王 就是對於 果並沒有任何的需求 就像是 幾天宋公尊者曾經講的 對於見地禪修行持 跟果味不要有任何的 期待跟優距 就一個初學者來講 他有接連不斷的 種種妄念 可是如同前面所說的 妄念的本性在你了誤的前提之下 他的本性就是本來的智慧 所以如果能夠認識到 他的本性就是本來智慧的話 那所謂的智慧 指的就是念頭 他的本來的自相 好的 川竹 一起知道 河南 會選 arbeitet 雄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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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ども 有 追 大在1950年代,突然有千万人 在1950年代,山宗的 那还 之前做归日和美国公司的 千万人还有一天 Rad成为十万人 我们在中国有五万人 所以 归行动 五万人还流动 山万人还愿意 拿起车 当我们讲到大手印的禅修的时候 对于初学者来讲 可能有很多的肺结之处 实际上它的要点就在于 不患散地安住在 普通平常心当中 那样子的平常心 不断地安住在平常心 就是心的不造作状态之下 那个就叫做不患散 在大手印的歌曲派的祖师们谈禅修的时候 常常都是讲这一点 真正的实修就是安住在那个心 不患散地安住在心的 那个不改造的状态当中 这个就是真正的禅修 因为当我们在今儿童话上 这个写真正的禅修 这个写真是不训练的 那些人都不训练了 这些人都能把她的写真都拿来 那些人都没有什么 这些人都在做不训练的 那些人都能银做不训练的 那些人都要做不训练的 那么这些人都要做不训练的 那些人都要做不训练的 什麼時候是飯了 寓餐 菜單 Auf 市場所在尾市 對市場上 但是她们在這地方 她啟了她的心不義的人 我這麼晚我會想要不要 所以她的心裡 又是會想要到 我的心裡 我的心裡頭一定是不給我 我只能夠這件事 也就是想要的 那一定是不可以打的 就能夠說 5萬塊就要死 当我们说禅修是不患散的安住在平常心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这个平常心并不是凡庸心的意思 当密勒日巴尊者对至尊光伯花进行心意的指指的时候 他跟他说所谓的这个平常心就是诸佛秘义 可是平常心就是诸佛秘义这件事情 不代表说我们的凡庸的心就是佛心 不是那个意思的 而是晓得那个凡庸心它是赤裸平等不加造作的那个状态 因为它是赤裸平等不加造作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平常 它不是凡庸 那样子的状态是自觉自证的 它能够自我 它具有明性的了知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来认识平常心的话 那个平常心确实就是诸佛的心意 你不能够正确认识它的话 那我们就称它叫做心事 当你正确认识的时候就叫做本质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作为一个凡夫 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平常心是什么的时候 对它来说 烦恼跟习气 它是起不了辅助的作用的 它会被烦恼跟习气给载制 随着烦恼跟习气而转 而那些政务者 他们则不是如此 他们见到了所谓的平常心的本性 他们首先先了悟之后见到 见到之后 再透过禅修不断的去深化它 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 对于初学者来讲 并不是很好把握的 嗯 你公开 有点说 我宣传的那 我把 他把的西法英语的国家也没有达住一些 人们都没有生意的三年也没有达住一些 但那天我们说 三年都没有人们都没有 他们说 这些人在做什么 那些人都没有人 有什么人都没有人 有什么人都没有人 这些人都没有人 人们都没有人 在那些人都没有人 那些人有些人生日的山西世华大陸宗 那些人生日的活動 生日的活動 在那些人生活中 人生死了 那些人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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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亡人统帮助在我身边的方法 外交但人也不赖 不赖 不赖 在乍兵登 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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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把到那里打去 如果你想え去那里 所以我啥 回俺就想起来 我 mo的想起来 我想去那里 我认为那里要打去 这一当 人家也就想起来 我 Até每天都看著我, 我在不家講,我會說 我都看著我, 我在這裸歌 我有什麼樣子, 那些歌詞 現在的歌詞也說, 他演的歌詞 煤歌詞也說, 作為將歌詞演出 延续刚刚几天宋公尊者的建议 几天宋公告诉我们在禅修的要点 就是不换散的安住在不改造的新的本性当中 接着他又说了 不曾与自己相分离的新的本性 就是究竟的如来的自信 这样子的佛果从未与我们分离过 他谈的就是我们的自信即是佛 当我们不晓得自信的本性即是佛的时候 就开始有很多的分别 这些分别是来自于我直跟习气的一种暂时状态 我们就开始认为说我是佛教徒 别人不是佛教徒 我是如何如何的身份 别人是如何如何的身份 可是这些都只是一种暂时的 对于心性迷惘的状态而已 它并不是我们的心的本性的真实状态 我们的心的本性真实状态 那个真正的基础是什么 是本自清净的佛果 这样的佛果从来与我们不曾分离过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样的心的本性 它才是真正的本自清净的 所以在极天苏宫的话里面才说 顶礼珍贵的内心本性 这样子的内心本性与我们同不分离 就像是上午在讲大手印当中的 手这个意思的时候 我提到了 这个手代表的是本觉 究竟圣意的智慧 那个就是所谓的手的意思 它跟此处所讲的不曾分离的心性 即是佛果 道理是相通的 如果你懂得这样子内心实相的法性的话 就能够真正做到了知说 这个是无有改造的本性 真正的一切的暂时课程的染污 都当下得到进化 这是不能够透过在文字上 去下死功夫去了解的 你不能够死在文具当中 必须要靠自己的修正去了知的 在很多真正的实修者 彼此研讨的时候 就会了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什么叫做能够安住在自己 所获证的究竟见解当中 那样子的对见解的把握 是有一种觉察性 可以了知什么叫做究竟见解的 那样子的究竟见解 可被我们的决性给把握住 可以被我们 然后如同徐宫的如来藏 也是可以有具有明分 可以让你们明了的 那在自己事物后 抉择究竟见解方面 它有三种情况 一个是自己能够抉择 一个是像有修正的上师 那边去断移抉择 另外呢就是对 当我们对众生产生悲心的时候 自己会晓得 强烈的悲心之下 会见到究竟的见 这些都是需要透过史修 才能够通达的见解 如果你这样子通达了 通达了本来具足的心性实相的话 我们有时候也称这种状况 叫做母子光明慧 这个不需要假他人之手 我们自己能够认得出来的 那是 我们的话 我们说 我们的依静 我们都没有 在计划 看到 这些人 我们的依静 有点 有点 浪的 和 我们就有点 我去跟他等一看 我就像你一般太大 我和你一身去 你也存在那我 我一身心 我把你都回家 我去想 我一身心 我去想 你一身 我都叫他 而且 我就是 我一直都在 不能 我 都 你 我 很多人都找到了 那些人都拿在手上 拿在手上 以为 到这个地方 也有 sein 这些人都找到了 他 有 这些人 就是 这些人 跟 人 他 他 写 他 他 发 你 在 那好像我讹刑会叫 女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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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吧 是 迷藏人说 我在吗 女人说 女人说 我在这上 女人说 我在这上走 女人说 女人说 所以你把清理我的一种地统达的 接下来初学好似深谷见 中间恒河水缓流 最后支流母子慧 讲到这边大家可能对于恒河大手印 会有一个想法说 这边讲的好像大致大同小异 大概都是一样的吧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 确实有可能会这个样子的 那就像上午跟大家说的 大家都是有缘的法友 我本人并不具足文思的功德 之所以在这边宣说这些见解 有这样子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见解 主要是来自于过去的生活经验 过去的磨难 过去受了这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痛苦 包括了饥荒 包括了疾病 还有很多恐怖的景象等等 这些苦我都吃过了 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 不得不把上师曾经教过的这些口诀拿出来用 比方说初学好似深谷见的这个情况 当我遇到逆境的时候才真的想到说 大概上师所讲的口诀就是这个样子吧 就用了上师所讲的那些口诀 所以避免自己怀忧丧志 避免自己一致消沉 然后不断地这样子禅修 运用上师的口诀来禅修 使得遇到的苦难或者是烦恼都成为修行的推动力 都成为修行的主办 如果有人说内道佛教徒在见解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的话 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将一切逆境为原 转为修道的辅助力量 这个就是在真正的修持的过程当中所能够获得的心得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 那么,我们在北京也会发展示 我们到北京也要不要进去 我们在北京也要求疑 就在中国来看 你干脑也要拿来 他们没脑也要拿来 他们没脑也要跟着 他们想要预备 在北京也要杀利 他们就是眼前的 以后我会认识,而成为了语教育的语教育 语教育的语教育,需要有语教育的语教育 在语教育上有语教育的语教育 最语教育的语教育 如果语教育的语教育 语教育的语教育 所以上路就算是向下路上描 向下路上描得充满面的 是向下路上描得更, 向下描得更, 向下描得更 real 就是向下描得更好, 向下描得更好, 向下描得更好 在那一年再描得更好 我又看到了一些战異人 去過也 我又看到了一年再描得更好 我心裡想把描得更好 那我就不认为的 如果你说你不认为 我认为征服的事 你都成为了 我们认为征服的征服 西南部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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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打算不认为 你和嘉宾这一切 让他们有一个人 在匈统上这种 那些都在带着 他们都拿着 他们都不认为 在面有些ominations里面想点息 那把本青甲荟的包担道 那里有牙佳赢 等一年 了吧 爬默意 爬,爬,带 爬 trabal 爬,爬 爬,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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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这种习惹提起来 这种习惹来的 你 simply得了 你不肯这么多人 这是我的人 你得了我们自己的为了 为了很多人 你们都在商店里 都在这里 我有一些人 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 我就是那些人 我对我们来说 我们得来说 我发现一件事 有些人认为修习佛法非常有用 因为佛法是痛苦的解药 痛苦的良方 透过修持佛法能够解决这一生的苦难 这当然一方面所说也是正确的 佛陀曾经告诉我们 预知过去因今生受者事 我们过去曾经造过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业在过去已经造下了 那个业已经决定了 那么我们现在受的正是过去的业报 所以了知业利因果的关系就特别的重要了 佛陀告诉我们在发心的时候 应当要愿众生远离痛苦还有痛苦的成因 所以当我们希望众生离苦的时候 就要去反思去寻找什么事情促成了痛苦 比方说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战争平人 冲突不断的地方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苦呢 来自于他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心 比方说他们有称心他们有嫉妒心 以称心跟嫉妒心的等流过 所以造成了这样子的冲突 纷争 这是外在的环境的展现 那称心跟嫉妒心存在于何处呢 并不是只存在于他们的心里面 我自己的心里面也有 我们检视起来就会发现自己心里面也充满了烦恼 我也有称心 我也有嫉妒心 所以我们在认识烦恼跟烦恼成因的时候 就要晓得说 认识痛苦跟痛苦的成因的时候 就要晓得说 原来痛苦的成因是烦恼 那快乐的成因是什么呢 反过来说 快乐的成因就是来自慈悲跟智慧的力量 有慈悲跟智慧才能够消灭烦恼 我们说三宝非常的重要 真正的佛宝是什么 真正的佛宝就是智慧 真正的佛宝是什么 真正的佛宝就是慈悲心 所以我们才说 三宝是我们一生的根本 因为慈悲跟智慧是我们的根本 佛法的一切也都是环绕着慈悲跟智慧而说的 如果我们在这样子的理解之下 去做禅修去实践佛法的话 我们的禅修跟实修就会产生效力 它就会具足力量的 当我们有强盛的烦恼的时候 以慈悲跟智慧的力量 透过我们禅修的串习力 能够使这样子的烦恼 不起作用 我们不会随烦恼转 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 也能够用平常的实修的力量 来克胜烦恼 这个就是透过实修 透过认识烦恼之因 认识痛苦之因 也就是烦恼的本性 使心获得稳固 而得到非常大的效用 此以来 任何的违缘都不能够大夸我们 都不能够战胜我们 当然要从第一步做起 就是要信受耶利因果 我们要确定的是 三界众生因烦恼而受苦 我也因烦恼而受苦 三界众生的烦恼 跟我的烦恼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要先认识烦恼 在加以持修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事 在此稍微等一下一文的反应 我现在想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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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想要说 我现在想要说 你们可以做这些东西 我以为有乱姿 而我在关键里儿 在当中的很多人都用进去 他们 在我身上怎么会找到一个人 他在当中的战争 他们在当中的战争 他们在做一些战争 在会发生的战争 他就是在了找的 叫他嫁騙了 你吃攤鑽車 你吃攤鑽車 我怕辣掉了 你吃白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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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 法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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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 我 太一刀子 小沙 不好 太一刀子 你看到不同的事 就看到了 那些人在这些人 在这个时候 人们都在说 是在这些人 所以这个人 在这些人 这些人 在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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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今女孩子交 一向这些人 最总的 只要是 和 二中 不 在大局派当中,极富盛民的职工派祖师几天送公尊者 他可以说是佛陀补处龙树菩萨的真实化现 即使是这么一位真实化身尊者 在他实修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就他本人所说的 就是不可思议在这血域当中最难以忍受的种种的障碍 比方说他曾经罹患麻风病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心里面真正的实修是修施授法 取苦于乐的修法,修慈悲心 因为他接受了这是过去夜所感得的果报 所以不接受也得接受 所以就透过施授法的观想 将别人的苦由自己代收 将自言乐完全的分享与其他的众生 以这样的修法的力量 他最终能够从麻风病当中康复过来 而且呢,以这样子的缘起 后来在他的传承教下修行者都能够长保健康 有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在 而且呢,透过他这样子的悲心的修持跟施授法的修持 大手印的见解在他的内心当中就真正的升起了 在尊者的事迹当中有相关许多的典故 所以呢,当我们遇到违缘的时候 不要像是一般人认为说 就是因为我学佛了才开始有这些违缘障碍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 就是极大的错误了 你应该要晓得 这个就是过去业力的结果 既然有了这样子的违缘 也是无法避免的 那就应该要把它拿来运用在实修上面 想办法的去修悲心,去修菩提心 先从世俗菩提心下手 最后呢,就能够以世俗菩提心而自然的通达圣义菩提心 当我们修世俗菩提心的时候 主要按照着佛子行三十七宋的道理 去做听闻思辨跟禅修 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法门 在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的善知识 我们可以向他们请益佛子行当中的道理 透过闻思修佛子行去修施授法 之后呢,我们自然的会产生对众生的强烈悲心 会有大悲心,当大悲心升起之后 我们就懂得如何转烦恼为道用 如果你真正能够运用烦恼为道用的话 就是密宗所讲的,能够见到烦恼的本性 所以烦恼呢,当体转移为本然的智慧 这个就是烦恼为本质的道理 这样子的力量也是来自于大悲心修 所以不同的根性的修行者 他们面对烦恼的处理方法不同 有断除烦恼的说法 有转化烦恼 跟认识烦恼的三种不同的说法 分别是适合别解脱圣的修行者 菩萨圣的修行者 跟密圣的修行者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峙烦恼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完全 只仰赖大手印的抉择来处理烦恼 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讲 这是非常难以气急的一种境界 我说是在学习的地方 而且在学习的时候 也在学习的地方 的地方因为在小几岁 做得自己的道理 然后是在学习的人 尤其是很难以气寸 那依然会有一种好语 但看来你去arnos 甚至但有人会发生的一种 母典体也很难以心 他是在学习的声区 他在学习的教育 我们会觉得有很多人在这种国际做的事 在来的读求 在新的生活生活里一直做的事 我觉得有很多人在书身上 这些团结的像是排阂其干的 在书身上有很多iding 那个山北水 800-8区迄али 所以这些人应该应该有这么多 toesilly 所以怎么ieder 所以不能问 haverUna 一些麻将仪的田 一样的 老是在房子上、那廣字帽子刺到 船子通貨店竟,漢字帽子打都在试 Мы 那我 press那些人 像我一般的 我一般的 比方我一般的 那就是 在市民里面的 那就是 有些人的 我就是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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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是 你 那是 等于这些地方 谁看这个东西都给了 都没有手枪 这个人就把他抄的东西 甚至他们这些人可以不切的 这些人都撒出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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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我们受苦 受到困境的时候 不要急着就认为 这个是不好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反观 它的成因就是烦恼 所以从根本上去断除烦恼 我们会觉得说 烦恼好像是这样子 你现在才刚处理完 它又再次升起了 好像永远没完没了的 这是因为只要我值仍然存在 烦恼就必定会自然升起 所以为了要对峙我值 我们就必须要有无我智慧 所以就必须要能够升起菩提心 真正的投入六度波罗密多的修持当中 所以我们才说显宗是波罗密多圣 就是行持以六度为道的修持 当我们内心具有慈悲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所作所为 就会契合六度波罗密多的道理 当然我们在升起慈悲心的时候 它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不带我值的慈悲心 那在不带我值的情况之下 你的慈悲是扩展广备到所有的众生的 它是没有界限的 在这样子的无有界限的慈悲心之中 可以升起菩提心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你带着我值 去修六度 去修波罗密多法门 可是这是有我值的 因为有我值 所以就夹杂的过失 因为修六度 所以具有功德 所以你带着我值去修六度的话呢 就等于是功过参半 它既有功德也有过失 什么叫做带着我值来修呢 比方说你修慈悲的对象 仅仅是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妻子 自己的父母 然后呢 除此以外的人 你就产生一种排斥感 才会采取一种反感 如此一来 你的慈爱心并不是广备一切众生 并不是遍及虚空的 它会不会有好处 它有好处 但是呢 它同时的也会带来一些避害 所以我们说它是利弊参半的 我们要保护 要培养慈悲心 所要培养的就是 没有限制的慈悲心 是无边的慈悲心 也就是说要了知 所有众生无一例外的 都做过自己的父母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的 秉除我值来修慈悲心 任何的思想 不管是涉及到考量 何者为善法 何者为非善法的 这些想法当中 最为重要 最为要守护的 就是如何去固持 对一切众生的善念 即使是你今天布施 给一只小小的虫子 一点点吃的东西 你做这个小小的一个动作 也想着我这个动作 就是为了利益一切的 请众生去做 这样子的话呢 即使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 它也能够成就 非常广大的善德 用这样子不夹杂 我值的心态来修六度的话 它的切入点就相对容易许多 是这样子不夹杂 今天麵包用了一些 三,七,八 八就是番 往當中一個 在手中有什麼 當時想說 廣州長 了解 如果在公司中有同一群人的坚强 去找到一群人的坚强 这是在宇宙呢 现在在宇宙山上上的坚强 去找到宇宙山上的坚强 我们在回来本文当中讲到中间恒河水缓流 前面我们已经讲完了初学好似身骨剑 最重要的就是要承担苦难并且培养对众生的慈悲心 还有了知因果的道理 如果我们能够奉行因果真实不虚 并且在内心当中培养慈心悲心 以及无有间断的利他心 那么透过不间断的利他心的功德 自然而然的会使我们的心极为的宽坦 极为的放松 那是自然会成就的 新的力量也会逐渐的获得提升 这个就是所谓的恒河水流缓的意思 它代表的也是菩萨这个词的意涵 菩萨的这个意思呢 在就是他翻译过来叫菩萨 本文叫做菩提萨朵 萨朵的意思呢是勇士 勇敢者 那菩提是什么意思呢 菩提上我也有讲到的 它有一个层面是进化 另外一个层面是显熟 进化的意思呢是 完全进化了二元对立的执着 了知无恶性 这是进化 显熟的意思呢是 他充分的把心完全投入到利他当中 所以称为菩提 那么完全投入利他者 实际上就是内心的勇士 所以叫做萨朵 所以能够了之无恶性的立他的勇士 就是菩提萨朵 他能够承担一切苦难 承担一切的 一切的逆境 那所以这句话 中间恒河水流缓 他除了跟菩提萨朵的功德相关以外 他也跟世俗菩提心密切相关 他主要是跟世俗菩提心密切相关的同时 他也能够衔接到生意菩提心 怎么说呢 因为透过慈悲心的勋修 能够摧毁烦恼 当烦恼被逐渐的摧毁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逐渐的了解 妄念本性为本来的智慧 那么就是所谓的妄念转移为智慧 这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 但是它会不断的发生 就好像是种子会发芽 发芽之后会成为花朵一样 但是你才能够衔接下来 因为你能够消灭的 但你这些人在家里 老师在家里被查发芽 老师爺的发芽 老师爺的发芽 从来在家里被查发芽 但是我以为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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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在民人 educ了以後才能過一些 在這種人工作做 宜萊 雅 在家裡被 人家 從家 館 館 喜歡 在家裡也沒有愛一餐 在家裡有一家 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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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家裡 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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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很多人在这边 竖中去把这边还可以 找出了 有很多人都在这边 以致怎么做这边 这边有很多人在哪里 这边要拿 clothing 这边提供应该 但是人家在操作 正在心理文章教導人 我一定會在心理文章的時候 在心理文章裡 他從心理文章裡 都在心理文章裡 在心理文章裡 他們的長沛 我做了 enfin我就做了 你参加了 你借着快了 你连解答 我和俺一下 应该认为 徒特上 先生 应该 习惯 向上 menu 它 propre BT30D 过来就叫他们太一家进来之后有的 这一道就过去查了 这就是陷了屁股有的 他说说你怎么用着我 我们再继续谈中间恒河水缓流这个剂子 要晓得空跟悲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就是对于空性的了物和慈悲心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个初学者我们可能会认为慈悲心非常有用 对谁有用呢 对自己很有用 因为对自己很有用 所以非常兴高采烈的要修慈悲心 就像是佛者行三十七宋里面所讲的 圆满诸佛皆由利他身 佛果也是由利他而来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的最大的利益 就是来自于利他心所成就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想到说 那我要获得好处的话就应该要修利他心 确实透过修利他心能够对自己产生好处 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能够解决自己的我值 它有利于解决自己的我值 这个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好处 当你不断地培养利他心的时候 你的心绪当中会逐渐地产生 对众生没有任何造作的 没有任何虚伪的慈悲心 那个慈悲心会逐渐地扩展开来 到了最后你会完全不去顾虑 到底自己是自己的利害 在这当中占了什么样子的角色 只一味地顾着别人能否从中获益而已 当你修慈悲修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的烦恼是不断地受到对峙降伏的 你的妄念也是受到不断地对峙跟降伏的 所以这个就是修世俗菩提心的重要的道理 跟它的重要性所在 要修世俗菩提心 我们就应该要重视佛子行三十七宋 所讲的一个佛子菩萨 它应当有的所作所为 在这个就是所谓的中间恒河水缓流 着重世俗菩提心的修法 透过世俗菩提心的熏修 逐渐地我们会慢慢地自然地了解到 妄念分别它的本性 在生起称心或嫉妒心的同时 我们应该要去直观 称心跟嫉妒心的对象 这些众生无非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 这样子的观想之下 这样子的作意之下 我们就会晓得说 原来众生本来跟我们就是一家人 如此一来 不管面对什么样子的违缘逆境 违缘逆境也都会自然地获得平息 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烦恼跟分别 也都能够获得 首先是获得祥福 再接下来呢 它可能就越来越淡薄 乃至于烦恼不生的状况 当我们的烦恼跟分别 越来越淡薄乃至于不生时 我们就能够真正地见到 空性的本性到底是如何 这个就是所谓禅修所要谈的主要的意涵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 慈悲心的重要性 在认识空性当中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可以去透过不断地提起正念 来思维慈悲在理解空的重要当中 所占的地位 真正能够这样子了解 慈悲心的重要性的话 对自己会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他会说 最后支流母子会 如果你真正要通达的世俗谷提心的话 那么就会像是密宗里面所讲的 真正了悟自他无二的智慧 这个就是圣意的智慧了 所谓的佛果就是这个了 佛果的两个层面 一个是广 一个是觉 佛陀称为广觉 广的意思是功德自然开展 觉是完全觉醒 从自他对立的执着心当中觉醒 也就是了悟自他无二的智慧 这个就像是万流归宗 就算是整个世界的水 他再怎么样的流 最终还是入大海 了解到这一点 对自己特别有帮助的 所以当经历到这一步 这个非典时的弊性的 就像是 reveals 家人的导游 有些用也有没有 这一步想要看 在阿弥陀佛的 你把这一步计将来 许德国人的做法 要许德国人的做法 那你一步计划 你一步计划 你一步计划 大海 你说 你一步计划 是你一步计划 那些人也在那些人 在那些人 习惯了 那些人 那些人 以前也在外國 那些人 他們說 他們是 在那些人 他們說 他們說 那些人 他們說 所以,你DAY都不知道了 我想要得诲 喔,上面叫我一袋 我在北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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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话本来说,说那里to不知道 我们要去太阳理过的话,從来 活 narciss ears 都学聊 他们在一众召cierto Gemутствας 我们就在一个场合成的 很好 所以我们在农方的农方 但是他们以前是能治下的 有些大量的尊重 是不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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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这是政策的 就是我们为了 他们一直在意识 捕虞之谷这般可以这样做 承证文字仓字谷 未能一断 这些是人经文字 原本的则是人仓字访 弟兄有么想念 想念 在自己的朋友 意识 接下来请看一下一个祭诵 书密咒与菠萝密 波罗蜜指的是显宗 以及律藏等诸法 分别经典与宗义 不见光明大手印 在这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死在文字里面 它的表面意思看起来好像是说 学习经律论这三藏的内容 去听闻它 并不能够针对大手印 它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不是说不能够针对大手印 而是仅仅只学这些 仅仅只透过听闻这些 能不能够针对大手印 仅仅只有听闻的话是不行的 你必须要产生体会 产生体会之后呢 要产生证悟 才能够真正见到大手印的圣意 但是在那个之前 你仍然是需要听闻的 因为透过听闻 你才能够有一定的认识 你才能够懂 懂了以后呢 你需要进一步的 让它成为一种经验 在有经验的前提之下 才能够有了物的 如果你没有先懂 就不会有体验 没有体验就不可能谈到 了物大手印 或者是谈到 见到大手印的真意的 就好像是 纳洛巴尊者 他本身也是 纳赞托寺的护门班智达的 已经是这么样大的 一位学者 他也是要 也是要透过文法 然后最后呢 让所闻的法 来加以深化 透过实修来加以深化 才能够获得了物的 同样的 纳洛巴巴大师 在学问上已经非常圆满了 具足了八地菩萨所 证悟的境界 但是为了能够获得体悟 以及证悟 所以他仍然是要去 以止 纳洛巴尊者为师 这个就是在理解之后 他进一步的 把实修的内容 加以深化为感悟 体验之后呢 才有所谓的证悟可验 当然在逆宗的续部里面 讲了很多的道理 续典里面 谈了很多很多 汗牛冲动的这些说法 对于像我这样子 没有学问的人 总是觉得是太多了 他们都搞不清楚 八万十千法门 如果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去学习的话 根本就是 完全摸不着头绪的 但是呢 我们在实修的时候 应该要能够抓紧 禅修的核心为核 就像是佛世尊所讲的 虽然所说的教法 语字语言那么样子多 能够表述的内容 那么样子多 但是最终应该把 归纳在一处 所以归纳在一处呢 就是归纳在禅修的 这个要点上面 使一切法 最终都成为禅修的资源 最终呢都能够应用在实际当中 它能够成为真正的实修 所以呢 不是说不能够在文字 不能够做文字功夫 是说你只做文字功夫的话 是不可能获得体验 只做文字功夫的话 是不可能由体验而转得证悟的 所以不能够仅仅只靠 表面的这个文字功夫 这是这一段所要讲的主要的意思 我们在此稍微等一下英文 对 当然 人人以充的这种台词 正在习惯的 正在习惯的国家 也不想到这个 正在习惯的国家 正在习惯的国家 没有什么学会有的 正在习惯的国家 有些人在习惯的国家 这边习惯的国家 在习惯的国家 什么都在习惯的国家 不要习惯的国家 不是习惯的国家 有什么都很尴射的了 我什么都在习惯的国家 都在习惯的国家 就是 在习惯的国家 其中一宵宅 其中一宵宅 在习惯的等人 fab一家地区 那而不涝 那营惯就是 那订阅 他唱法 所以 衛生日市長的中午 看不明慶體了 來確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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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ise以後是石頭碰壹曲的 石頭碰壹曲το 石頭碰壹曲了 你们员哎呦咱睡着了 不要急我那个 tape了 我会摆う 就是 我所面 Lebeta 犯 Rechts 太史 我特意 这 我都没有 在是 救世上 可能自然之間它們 theaters會比較多的 對於是要是去辦法 所以它就看到 它們就在香港 我最覺得今天 你沒有試過 然後才來 我們大家的知道 要在講 我們今天都不知道 他們最喜歡 我就會想 我以前不在意 是像是說 做法都是看得到的 就全部就離開了 所以我以為一些穿上去查看 我去查看 我以為有些穿上去 我要去查看 我以為都是去查看 根 查 有些人被害到的地方了 咬了 但在伽子上他有一些事 咬了 人家中的工夫就在這邊 在一塊地上 不是人家人的工夫 這個工夫是修圍的 修圍的方式是湘部 我們是相嗎? 唐裡的 但我卻是一塊地上 直接收圍的方式是湘部 建 문제川普的社交方向 所以很少和政府 而 conceptual我也知道 我就能听他的世俗 личOULD BE 推出平台北 Jewel 台北 남cy 当里面的那一目的 圣頭又很小 不想交替 而皮疗 我主要的,从他去把这个忠用之逆有的,这是欧哈国人的词。 刚刚提到分别经典与中义,这里的中义也有一个层面就是对于中派主张的态度。 我们要了解,对于中派主张的坚持,它有利也有弊,有些情况在我们不善加理解中义, 或者说中派主义过度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弊端。 比方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在佛教当中产生很多辩论的情况, 这些都是智者之间的辩论,但他们的辩论如果是基于对于真理的越辨越明的话,这是有利的。 可是如果只是为了要挑战毛病,比方说看你的脸好像不干净, 我就非得把你清理一下,看他又是不满意,又得把他清理一下。 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会产生在宗派之间的不和, 比方说撒迦派跟格鲁派又有如何的不和, 嘎去派跟格鲁派又有产生什么样的宗派见解上面的一些冲突。 但是这都不是真正在辩论中义上面的本怀。 我们应该要晓得说,其实这些宗教他们最终就是要帮助自己的心的。 如果你能够从这个方面去设想宗教的价值跟意义的话, 那么我们的心才会宽的,否则的话你只是紧抓着自己的宗派都最好。 别人的宗派,别人的信仰都不是值得肯定的,你去否定别人的心态。 即使你再怎么样肯定自己的宗派,那你的心仍然是僵化,仍然是封闭如同冰块一般。 乃至于很多在宗教哲学主张上面的辩论产生了互相的批评, 谩骂的情况之下,这都是非常有害,非常不利的事情。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进行这些宗教的辩论,透过这个学问的探讨上面去做的话, 它的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解开我们心里面的束缚, 让我们的心能够越来越宽敞,让我们如同冰块的心能够越来越消融, 我值得心能够透过宗派哲学的主张得到融化。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真的这样去看待所谓的宗教信仰,所谓的不同的宗派的主张的话, 那么就会晓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宗教确实都是殊胜的,都是有益的, 所有的宗教信仰者都是真正的生且,他们都是真正的宝, 他们都是真正有价值的非常好的事情。 如果说产生了宗教之间的冲突跟纷争, 那个是人的问题,并不是宗教信仰本身的问题。 只要你的心胸是宽阔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宗教, 这些宗派他们自身的价值。 当你心胸开阔的时候,你就会晓得, 原来众生真的都是自己的父母。 当你这样子开阔的看待这一切的时候, 自己心里面感受会非常的好, 因为你不会落入说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 这个是这一边的,那是敌方阵营的这种, 很分别。因为那样子的分别心, 会给你的内心带来很大的舒服。 它是一种排斥感,这种排斥感也是来自于我值的。 我们晓得这种来自于我值的事物, 最终都会导致痛苦的。 它只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冲突跟迷乱而已。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 当心宽坛的时候, 如同冰坏一般的我值, 它就会逐渐的消融, 回归到大海的本性。 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见到心的无恶性, 所谓的禅修无恶性,禅修痛。 它的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这个, 就是让心能够自然的宽大。 当我们的心真正的自然宽大的时候, 就是心真正的气和大手印。 它的具体的做法就是去修慈悲喜舌, 似无量心。 如果你能够好好地修似无量心, 来看待一切众生的话, 那么你就会真正的见到一切众生都是珍贵的。 看到任何一个友情, 你都会说, 哦,就是皈依你, 你多么的殊胜。 看到任何的宗教都会认为它是珍贵的, 而不会觉得它是敌方的阵营, 跟这些对立。 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待宗派见解, 跟宗派之间的辩论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呢, 这些辩论还有宗义的主张呢, 只会成为导致纷争之因而已。 这一点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 我会为了地上虎以读, 我对你回答他们算是没有什么阻力。 最后大家就知道, 在栋梳真正在播放室之间的生命。 那么接着, 那后要看待他们的订阅是很簡明。 那是很脱寻, 很脱寻,很脱寻。 那时候又看见那头发现, 我会说很脱寻, 我觉得我们的能力也有难过 所以我们在没有能力 我们在没有能力 帮我们承受把握握 这能力 都能力 而我们能力 地平地在里面 而我们在无眠 地平地在中央 就确保他 接下来 心不作义 离意图 自生自灭 似水泼 此段讲的是 大手印的真正的要义 是要让心离一切妄念的支配的 也就是 当任何的念头升起时 只管放下它 而不执着它 不去抓取它 如此一来 任何妄念陷起的当下 它是自解脱的 而当你执视妄念的本性的时候 会看到妄念极为幽为 极为隐为的那个面向 那个面向就像是水波一样 就像是涟漪 这边的水波是指涟漪 如果你能够执视它的情况的话 能够认出妄念的本性 那么就不会让它扩展下去 否则的话 假使你不懂得以正念护持自心 不懂得执视妄念的本性的话 那么妄念会从非常隐为的状态 它逐渐的扩张变成粗大的妄念 那它就会继续运作下去 那心就不得自主了 这一点是需要加一顿识的 我们稍微点一下音乐 我们稍微点一下音乐 因此一种认识的 就会持续运作新的 我们不不可以 这种好发展他 在这个 是吧 小斑 伤了 嗯 所有事情都做了 有些事情都做了 不是做了 做了 但是 做了 做了 İ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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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麒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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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麒 阿賓 vulnerable 。 你和我自己的父母, 你和我長者一起眼睛。 那你以為我和你的父母也會和你厝打。 那么那比如论市场凰 等传地 Declaration we can see. 比如说我们只是 messy了 当我认为闪有一些马区的弹劫 这个 Timeを鑫舰点花sel 你到底会有种种 SAW,繞个牛肉摄? 我给都是我看的 我说它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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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你Dad 杨人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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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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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 那些人分挺身的,買了不繳, 買了不繳耶,買了不繳,買了不繳,買了你,買了不繳,買了不繳的腳,買了不繳的東西 我早就買了你,買了這東西,買了不繳的東西 買了很多東西 我认为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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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 所以在一些人身上有很多人就可以了 而且在家裡講的是他有很多人 在家裡 他們只要在家裡 他們一直都不表達 两个人为了学生 你学生AMA不做的 我学生的朋友说 你学生和美女学生 学生都无法学 娠幸福 学生就学生 他们学生的奖学 刚刚上一段提到 下面讲到说 异动瘴起不见光 就像前一段祭颂里面讲到 如果执着于宗派的见解 将不能够见到光明大手印 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认为什么样的事情 非得如何才能够撤进大手印的话 这个就叫异动 因为你有特定的意图 你觉得这样子才行得通 那你就会最终无法了解大手印的 比方说我们说 显宗有大宗观 然后密宗有大圆满跟大手印 实际上它是一件事情的三个名字而已 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要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在把它加以分别的情况之下 就会认为说 好像某一件事情比另外一件事情重要 比方说在大手印当中 就讲到说那个绝 那个了别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大手印的修行者就说 大手印特别重要 大圆满的修行者就认为 大圆满特别重要 大手印的修行者就认为 大手印特别重要 如果你总是这样子分别 他们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面向 你就认为这是不同的事情的话 那你再怎么样的去请求它 你再怎么样的去做意它 最终你都是不会了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执着心 只要你有执着心就失去正见 就像是撒迦派里面 远离四种执着里面就提到了 若执着升起便非正见 如果有任何的执着的话 有任何的单求心的话 那个就不是真正的见解了 所以我们要安住的是唯一的实相 那个唯一的实相并没有这样子的分别 并不是随我们的心意去波动 去分别的 如果你真正的自然安住的话 它的本性就是本自清净的本性 你只需要去了解 这样子本来清净的本性就可以了 安住在那样子的了解当中 那样子的纯粹的了解 单纯的了解当中的话 就远离一切妄念 或者说一切妄念就自然的贫歇了 否则的话 我们总是局限在自己的宗派见解当中 局限在自己的概念当中 认为我都是对的 别人都是错的 那永远事情就没有解决的一天 那我们就没办法从烦恼当中解决 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 如果说要对治烦恼的时候 就如同前面所讲的 他必须要按照不同根性的众生 采用不同的方法 比方说在别解脱圣的修行者 他们是透过佛陀的话语 以压制的方法来对治烦恼 至于密宗 则是以大手印来说的话 他是直视烦恼的本身 举一个例子来说 像生起称心的时候 有生起称心的状况 以及生起称心的称恨者本人 如果你具足正念的话 你会心里面有个非常明了的了别性 会晓得称的本性如何 生称者的本性又是如何 仅仅只是单纯的保持着这样子的明性 只要晓得有那样子的明性在 就对于自己的了物 或者说从对治烦恼上面来讲 会产生很大的功效 如果你能够提起正念 晓得称的本性跟生称者的本性的话 那么对你来说 生起称心如此的分别妄言 也是非常好的事 它也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 转五读为五种本来的智慧 因为我直见了 属于心事的五读的本性 那样子的本性 就是真正的本来的智慧 如此一来 即使是生起再多的分别妄念 这些分别妄念就像是 助燃的油或者是柴火一样 它并不会产生伤害 反倒会增上我们智慧的火焰 此外还有很多具体的法门 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守护自信 免于烦恼 但是由于我自身的 学识不足的缘故 所以在这边 没办法跟大家谈太多 这边能够跟大家讲的 只是个人自信的一些体会 在座有很多的学者 保学知识 大家都应该尽可能的 就这些义礼 去跟他们做请教 我自己本身谈的这些话语 只是我的心得谈 并不是说我讲的非常的重要 重要的是这里面的文字 大家应该好好的 就这里面文字的道理 去做学习跟熏修 如果有不懂的话 就要尽可能的向善事士 去做请教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Omai jay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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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池中华印金协会 邮政华波 沪名中华印金协会 华波帐号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经番结缘品